农机装上智慧大脑 2000亩农场 只需两个人就能完成耕种 这种农机准确的来说 它可以说是智慧农业的智慧一公里 北斗导航无人驾驶 新型农机如何助力现代农业生产 因为我们目前在农业发展当中 我们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劳动力 未来的这种智能驾驶 是我们一种需求的方向 欢迎收看 经济半小时 各位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姚雪松 今天我们来关注春耕里的新科技 十四五十七 三农工作 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阶段 这对于农业机械化发展 提出了新的更为迫切的要求 也为农业机械化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在安徽和山东 我们看到农田里的智慧农机 正在大显身手 智慧农场正在改变着传统的耕作模式 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在安徽五湖 早到已经开始陆续进入鸡叉作业 田间地头一派繁忙 但在俄桥镇的这个智慧农场里 占地两千多亩的数字化高标准新型农田里 却显得空空荡荡 只有一台悬更机在地里作业 而这里的管理者只有郭爽爽和他的同事两个人 那么我现在正在通过一个智慧农业的系统 然后对于现有的这一个就是将近两千亩的智慧农田来进行管理 郭爽爽手持平板电脑不离身 他告诉记者 这片大面积农田虽然看不见人 但到处都是小型田间气象观测站 多光谱无人机360度高清探头 还有许多稻田下看不见的设备 都在时刻记录着田间数据 并且这些田间设备和卫星无人机 智能农机等多元数据进行融合 建立了利用天空地人农机五位一体的数据采集体系 实现低成本全方位数据采集 他手上的平板电脑所连接的智慧农业系统 就是整个农场的运营决策中枢 从田间获得的这些基础的数据 比如说气象土壤等各种各样的数据 在平台上都可以看得到 那么由数据后台通过模型算法来计算出来 来告诉我这一个使用者 来告诉我 它是以一个很简单的农师之力的方式去呈现 至于如何进行悬更 郭双双表示他一个人就可以轻松搞定 清点屏幕安装了智慧大脑的农机 就会从车库里缓缓驶出 按照系统规划好的路线 就能准确无误地找到需要作业的水田 找到起点后就自动沿着路线 开始给水田进行悬更作业 这台无人驾驶拖拉机 自带北斗定位系统 它的运行轨迹 作业速度等信息 能够实时传输回后台 所以即使是在农机作业过程中 农场管理者也无需亲自下地查看 一台手机电脑在手 天间地头的工作进度尽在掌握 智慧农机准确地来说 它可以说是智慧农业的最后一公里 那么只有智慧农机来通了 那么相应的精准作业这个环节 才能够真的是实现 所以说随着这一个智慧农业 智慧农机都是现代农业的新制生产力 那么两者之间的深度发展 以及彼此融合 那才能去真正去解决 是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这个问题 在郭爽爽的轻松指挥下 这座智慧农场的春耕 在无人拖拉机的作业下 拉开了序幕 同样在俄桥镇 当地一家合作社的销售经理张良和 也在一大早迎来了两位访客 以及一台拖拉机的到来 这是我们带着给我们新产品过来的 然后看这边实用时间 看有什么好处什么样的 好呀好呀 我们正好有两块地 现在要翻根 这是我们的新能源的小段 待会你看您去教一下它 葛帅我就是我们那个 然后就 余军和葛帅都是研发这台 新能源纯电动拖拉机的工程师 他们之所以特意找过来 正是看中了张良和这里的上百亩蔬菜大棚 其实余军带领团队研发的这台 纯电动拖拉机 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在天津上海等周边村镇 进行推广试用 我们这个产品定位 就是周边城市的一个 苏车大棚 还有肯定是一些林葛园 然后这次张总这边正好是大棚比较多 所以我们也提前联系了 就正好过来给他们来试用一下 然后提提一些改进意见 这台拖拉机采用锂电池 作为能量源 所以在行驶作业的过程中 都能达到无染零排放 不过更吸引张良和的 还是它的无人驾驶和AI智能作业功能 基于北斗导航和4G网络的技术应用 这台拖拉机在到达一处新场地时 只需要简单地进行路径规划 就可以开始工作 精度能够达到2.5厘米级别 采集到我们的这个型态 把它输入进去 输入进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这样的一个路线图 我们就是 比如说就是这一块地 我们就已经规划好了 它会自动生成一个规划的路径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 其他车路就不需要了 我们只需要把车开到 好转向旋跟的地方 然后点开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手动切换围 我们的自动模式 它就可以开始自动输入驾驶了 因为我们目前在农业发展当中 我们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劳动力 那未来的这种智能驾驶 是我们一种需求的方向 演示完无人驾驶 合作社一老一小两位师傅 小段和西师傅都跃跃欲试 想要上手试试 90后新农人小段 有着丰富的拖拉机驾驶经验 他率先在葛帅的指导下 坐上了驾驶位 我们之前开过拖拉机的吧 对 我们之前开的都是这种 收汽油 拆油的 拆油的拖拉机 我们这车为什么没有 我看见没有挡杆 它只有个前进后退 因为我们这个是纯电的 它已经减少了很多机械传动的结构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控制电机 这个按钮是调整我们的悬挂的更生 然后这个是我们上升下降速度 这个就是我们最高的高度 所有的最高高度 那你们这个工作效率怎么样 在继续 我们可以体验一下 是吧 我们自己稍稍稍操作一下 行 我试一下 开体验怎么样 感觉 跟泪传车比有什么不同 感觉操作步骤 比之前简单多了 开起来的话更轻松了 因为它现在没有这个离合器了 它只需要就把左脚解放出来了 完全需要一个右脚掌控就行了 不到十分钟 小段就基本掌握这台 电动拖拉机的操作要领 而今年六十多岁的西师傅 不如小段的驾驶经验丰富 他是否能在葛帅的指导下 顺利完成一圈翻钢作业呢 打个比较粗粗 慢慢散 慢慢散 当然它比锁鱼的 这个肯定好开 它锁鱼的我开不起来 它的胆次不多 它锁鱼的什么一胆二胆 它挂胆多 它这个就一个前一胆厚的 没有别的 小段和西师傅都对今天的试用很满意 可是合作社经理张良和心里 却有另一番盘算 这款产品虽然好用又环保 但是现在摆在它面前的 还有两个难题 首先就是一次充电 只能用四五个小时 这还远远远达不到他们的预期 要知道燃油拖拉机加满一次油就能跑一天 相比之下 纯电动拖拉机虽然有明显的优势 但光这一点就让它打了退堂股 通一次大概作业四个小时 对 因为我们目前的充电的话 这个叙实还满足不了我们全天的这种工作要求 假如说农业忙的时候 我们是人歇机器不歇的这种状态 除了对续航能力的担忧 张良和还对一台电动拖拉机的价格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当前新能源纯电动拖拉机刚刚投入市场 相同马力的电动拖拉机 要比燃油拖拉机的价格高出近一倍 从产品上面说 他们用过之后 多说产品的功能 然后性能都是比原油机型要好 然后同时操作也更简单 但是这个新能源的一个新产品 它的研发投入是比较大的 同时这个新能源的商店成本也比较高 所以导致这个产品的一个售价 是比原油机型要贵不少 事实上自2004年以来 国家就出台了农机购置补贴 这一强农汇农赋农政策 支持强度逐渐加大 汇集范围不断扩大 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印发的 2021至2023年 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中指出 将通过大力开展农机专项鉴定 重点加快农机创新产品取得补贴资质条件 步伐尽快列入补贴范围 我认为在新阶段的话 假如说没有补贴推下市场的话 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说 还是面临很大的一些问题 毕竟它处于一个新事物 新的发展阶段会面临一些问题 确实的话需要一些政府在早期 做一些扶持和支持这样的力度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 支持推动了我国农机装备水平 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大幅提升 为增强农业综合生产力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增加农民收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吴湖市近年来也加大了农机补贴的力度 今年春耕 吴湖市共投入大中型拖拉机 7,345台 其中超过1000台农机 加装了作业监测中断 当前 吴湖市的辅助驾驶系统农机 保有量约有200套 主要用于插秧机和抛秧机 目前在智慧农机领域的话 我们的辅助驾驶系统和质保无人机 已经纳入了农机构置补贴 我们对于未来智慧农机 在农业方面的广泛应用 我们抱有很大的一个期望 像我们提到的纯电动的拖拉机 纯电动的旋耕机 等等一些新制生产力 以后在经济作物领域的应用会越来越多 纯电动旋耕机 智慧环保 但是也存在着续航时间不够长 农村充电设施相对少的短板 我们相信随着技术的进步 和国家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不断发力 这个状况会逐渐得到改善 在山东我们注意到智慧农机 在智慧平台的加持下 正在不断地扩大服务的范围 范天书是维方市方泽镇的一名种植大户 他在当地承包了几百亩的土地 种植粮食作物 这两天土地伤情适宜 范天书盘算着 可以着手拨洒玉米种子了 这两天 他正忙着寻找合适的拖拉机和机首 去年范天书的合作社 注册了一个智慧农业服务平台 自家地里的土地信息 全部能够在云脑平台上获取 不仅如此 平台上还有个很实用的功能 那就是帮助农户和农机首建立起联系 去年范天书正是通过这个平台 第一次用上了大马力的无人驾驶拖拉机 播种效果十分不错 今年他还想继续使用 于是他把地里的情况和详细的需求 都一一清楚地发布在平台上 如果有机首感兴趣 就可以通过平台接单 直接联系到范天书 喂 你好 我看就是您有这个两百五的 这个春雨波种是吧 哦 你看到那个信息了是吧 对对对 然后 你那边多大马力的拖拉机啊 我这边弄过两百马力以上吧 呃 二百三的是二百四的呢 呃 二百四的 哦 你带不带那个 那北斗定位这一块 哦 北斗定位带 对 价格我也发布了 是每亩四十元 哦 可以 总亩说是二百二十亩 一通电话的功夫 事情就谈妥了 范天书对于这台 二百四十马力的大马力拖拉机 非常满意 第二天一大早 农机首于树勇 驾驶着他的大马力拖拉机 准时来到了范天书的地里 你看这个双形还可以啊 我的要求呢 你给我播种啊 这个航距要求是六十公分 柱距吧 十八公分 深度呢六公分 然后这片地去年 我是用过无人驾驶的 你看看你今年 你再打好点 那个云平台已经做了 经常做好 职业者就可以作业 行 可以 由于范天书的土地信息 在云平台上全部可查 所以尽管余树勇第一次来到 这块地作业 却胸有成竹 因为云平台早已帮他调取 出了去年无人驾驶作业时的 行驶轨迹 省掉了现场打点测量 规划路线的步骤 农机下地就能作业 我们只需要就是把车开过来 然后把数据下载到车里之后 我们就是一件自动驾驶的话 这辆车它就会根据以往的数据 在这个地里进行自动驾驶了 这块地的话也是很适合无人驾驶 因为它一 它就是一个比较四四方方的地块 一它地块里边也没有任何 就是很明显的一种障碍物 然后它这个地块也比较好 然后也比较观光 混乱 这个这个...这个书alı开眼啊 Guste 杀过来也开眼 有了智慧平台和智能农机的帮忙 范天书也轻松省心了不少 拖拉机播种的路线值不值 通过手机上的实时作业轨迹 一目了然 不仅仅是无人驾驶 这台240马力的大马力拖拉机 可以根据作业负载 自动调节作业车速 实现0至40公里无极变速 在于树勇的指挥下 一键前进后退掉头 在大前作业中需要一种大马力的拖拉机 而大马力的拖拉机的话 它的作业效率高 然后作业速度快 因为现在的话 无人驾驶是一个趋势 这个CVT的话 也给无人驾驶打下了 很牢固的一个基础 我们在无人驾驶中 增加了很多的一些东西 比如那种导航 机具控制 然后一些高精度作业 我们都是通过很多的大数据 分析去得到的那么一个数据 相对于人工来说 我们就这个数据显示的比较可靠 然后也比较精准 通过今天这个CVT无人驾驶 这台车来给我播种 效果是不错的 效率也挺高 它采用了这个北斗卫星定位 给我播出来的种都成堂成好的 因为我以后激收的时候 也方便减少了这个粮食的损失率 在云老的帮助下 梵天书这225地的播种 不到两天时间就顺利完成了 效率比传统拖拉机高30%左右 而且这台大马力拖拉机 搭配了七七式精粮播种机 下种精准 株距均匀 根据去年的产量情况 平均增产可达到10% 截至目前 我国农机装备补短板工作 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 一批标志性短机装备成功研制应用 大型大马力机械方面 240马力 320马力 无级变速拖拉机量产 填补了市场空白 同样在云脑平台上 尝到甜头的还有范永胜 范永胜是方子区当地的 一个农机驾驶员 每年的农忙时节 他一刻不敢停 活越多 挣得越多 这波范永胜前脚 刚刚回到小院里 停好拖拉机 就接到了一个急活 这波范永胜前脚刚刚回到小院里 拖拉机的话 有多大马力啊 2比3 2比3 好的 然后是气息的是吧 对 气息拨农机 行行 然后那个就是下午1点的时候 您能过来吗 行 没问题 范永胜告诉记者 以前接活就怕断钝 特别是现在农机手越来越多 竞争也变得激烈起来 有了这个平台 他基本上不用四处找活了 我干这个农机干了十六年了 就是以前呢 干活呢就是经朋友在烧啊 就是有小活呢 因为我今天有了明天没有了 最近刚刚住他这个平台 定单还行吧 农忙时节 时不我待 下午范永胜早早来到了客户 韩启勇的地理 利索地开始了作业 种植户韩启勇告诉记者 这两天 大家都趁着土壤伤情好 抢抓农石播种 所以机手不算好找 他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用了这个平台联系机手 没想到这么顺利 据了解 这个智慧平台覆盖全国 目前已经有 一万多种植户注册使用 上面汇集了 四十多万注册机手 平台覆盖的地块面积 达到四百万亩 在我国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耿地 不是在平原上 而是在丘陵山区 面积将近七亿亩的 丘陵山区耿地 机械化发展 明显滞后于平原地区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比全国平均水平 低了二十个百分点 这主要是因为 适合丘陵山地的 小型机械的研发和推广 较为落后 但是现在 这个状况已经开始改善 这款履带式拖拉机 专门为丘陵地带设计 有了它们的加持 一小块一小块 凌乱又高低起伏的山地 也开始散发着 丰收的希望之光 眼下重庆江西等地 已经能够看到这款农机 在大显身手 在这款拖拉机的生产基地 技术人员正在进行 出厂前的踏坡测试 记者了解到 按照行业内统一标准 履带拖拉机 需能完成大概 16.7度的爬坡作业 首先要考虑安全 用户 因为本身都在 相当于不说悬崖吧 也是比较陡峭的 这个土地上去作业 安全性是第一的 第二个就是稳定性 这两个可以说 从合着来说吧 要有一个稳定性 第三个的话 就是作业效率这一块 要达到一定的 这个转向灵活 体积小 车身短 这样的话一个 三个点吧 说这个满足的条件吧 在工厂的试车厂里 记者看到 拖拉机在经过 这个检验坡道时 稳稳当当 王电影说 这是因为 他们在履带的尺寸上 做了加法 我们现在履带长度 是1536的接地长度 本身接地比压也小一些 而且履带的宽度 可以达到450 所以说整个这个 履带的这个宽度 还有长度 决定了它的稳定性 这样的话 在它的爬坡的时候 也有一个这个 对这个人身的安全性 起到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效果 另外一个点 出现地面不平的时候 机具可以自动调节平衡 这样的话 它保证了作业效果 而且作业的质量会提高 2023年6月 农业农村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 改革委和财政部 联合印发 关于在若干省份开展 一大一小农机装备 研发制造推广应用 先导区建设的通知 提出要聚焦解决 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 农机装备和秋陵山区 适用小型机械 一大一小两方面短板 推动农机企业 农机相关科研院所 农机推广机构 和农机应用各类主体等 共同发力 形成自主可控 具有较强竞争力的 高质量农业机械化产业生态 近年来 全国各部门各地方 形成农机装备 补短板一盘棋 浙江 安徽 江苏 山东 内蒙古等10个省份 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文件 加大布局农机装备产业发展 近年来 全国各部门各地方 形成农机装备 补短板一盘棋 工信部发布了首个智能农机技术路线图和拖拉机产业链图谱 积极推进无人农业作业试点 科技部持续推进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公关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也发文支持农机装备补短板的路径举措 目前补短板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国产320、240马力的无级变速拖拉机等一批标志性的整机装备 已经实现了量产和产业化应用 农机是我国农业新制生产力的重要力量 农机装备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将更好地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好 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